那我們現在人在新竹 在新竹的今天叫麵包子 麵包子的老闆他自己有一個 三尺乘三尺的一個缸子 那都是羊馬的硬骨 那硬骨的種類呢非常多非常漂亮 那我們今天就是幫他帶一個海水素 然後還有他買了一隻這個可可思神仙 帶大家順便看一看他的缸長什麼樣子 我很期待 你很期待喔 這個我跟你說齁 每個縣市都有一些知名的這個硬骨玩家 就是那種羊界很厲害的鼓勒玩家 新竹指標新人物就是他 OK 沒錯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看看 這缸子很酷喔他 從上面看是個T型的 有沒有他左邊跟右邊各有一個軟體缸 你看這個 這是軟體缸 那這邊 喔這邊蠻多糖果腦的 然後右邊有一些阿凡達阿 那下面有一些鈕扣阿 水晶腦 哇你後面那個靈智腦還蠻大顆的喔 對阿因為就是一直擴散我就一直分切阿 對 然後就太多了 然後這邊呢就有一些金米粉 這就是養太好的困擾喔 沒有啦 你就會長得太多的珊瑚了 好那主缸的右邊呢 這個缸子他說其實是一個藻缸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是藻缸所以玻璃就不會刮了啦 這個一定的 那裡面呢是養一些葡萄藻 欸那個不是葡萄藻 不是葡萄藻嗎 欸不是葡萄藻欸 欸不是葡萄藻欸 那個是我從北海岸撿回來的 藻貝 莫名其妙然後他就長很多 欸這不是葡萄藻欸 對而且長很快很快 而且你這個我缸子也好像有長過 但是你這個的型態阿這個 因為他長起來會像一顆樹 對他的葉子 他的葉子很大欸 那這蠻酷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洋藻的燈都是用AI的 這樣子就會比較方便 因為他的主缸阿 中間是一台ATI的 這是Hybrid對不對 然後左右呢就各架了四台的AI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用一個APP控制全部的燈 才不會說切換來切換去很麻煩 因為我之前就有在照片上看過你的這個燈具 但現場看就會覺得 喔這個設計上其實是蠻方便的 因為他透過了這個 萬象旋轉接頭阿 那這個萬象旋轉接頭就可以任意的調整你這個燈具的角度 對啊是蠻方便的 那用這個鋁擠的支架呢也很好的可以去調整你這個燈具的位置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他魚缸裡面有哪些硬骨還有哪些魚 我們先來看魚好了 有隻怪麵 好小喔 小隻的怪麵 不行阿我過去的時候他們就游走了 因為魚一直游走 所以現在他要餵海苔 幫我們把魚吸引來前面我們比較好錄影 你這麼豪邁一次餵這麼多 對啊 魚多嘛 喔魚也大隻了 食物來了 我們大家可以看哪些魚呢 這個食物放進去應該都會跑出來 你這隻是什麼道釣 這隻是澳洲的那個城坡 難怪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對他比較 橘色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在那個眼影的那個部分 比較明顯 右下角那隻地圖阿對不對 對有一隻地圖 那還有雞星 這隻雞星的 也是很漂亮 星很大 這隻養四年多了吧 左邊有一隻老虎 這老虎你養多久了 應該有快三年了 喔三年了喔 對快三年了 然後還有一隻這個很漂亮的 黃金花爐 你有些比較大家比較少放的魚耶 像那個 有一隻龍頭魚那個是什麼 那隻叫做黃藍天使龍 他也是澳洲的 哇他出來了出來了 鑽砂的魚 我覺得他很漂亮 對這個看起來 是很少見的魚 給大家看一下怪面 一般 你可能大家比較少看到的魚 通常在FO鋼裡面看到比較多 養鑾底鋼人比較不會養這種魚 我這珊瑚的量其實蠻大的 所以他們其實 左啃一下右啃一下 還不至於到把珊瑚啃死 對對對 就是可能 珊瑚的狀態會沒有辦法 到我想要他們 理想的狀態 嗯有時候這種神仙 我以前養的經驗都是這樣啊 就 欸剛開始放進去不會啃 就養著養著 突然有一天他就養功了 讓他餓到了 讓他餓到一次 他吃到了 他就開始了 是啊 左上角呢都是硬骨 那這硬骨很多啦 我也不要一一再講名字了 這講名字也真的是 講個沒完 這個看起來有個 30幾40種以上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有一坨金米粉 我也不講名字了 大家就是欣賞欣賞就好了 紅丹包 還有一個藍心的紅丹包 右邊呢這邊有一些比較小的斷枝 那這邊呢都是一些真類 可能是屬於不用太強光的珊瑚 所以把它放在前面 那在右邊這一座呢 是他的這個刺腦山 還有一些鈕扣 都在這裡 喔這邊 暗角都有一些厲害的傢伙欸 那這邊呢 一些比較小顆的斷枝 整體造型上我覺得 輸到這缸弄得非常的漂亮 它有保持一個很好的原則 我覺得就是 它小顆的放前面 大顆的放後面 對 那這樣子就可以塑造一種 遠近的感覺 然後景深呢 整體也會看起來比較強烈 就會覺得說這個 魚缸看起來會更大的一點 說真的這個看起來 不會像是一個三尺的感覺 這三尺嗎是不是 對三尺 三尺 我現場看感覺像 這個能放的感覺 大概像四尺的感覺 因為如果都是小段子 這樣子錯綜複雜的話 我會覺得 鋼子的造型就不會 我覺得要有深有淺 然後塞 其實我這樣算塞得很滿 我還希望再空曠一點 對 對 如果再空曠一點 整體感會再更 簡單帶大家看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進行 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我們要協助 舒浩一起把造型拿出來 然後把他的這些神仙都撈出來 好那我們就現在來 先來開始試試看 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整理了 把他一些硬骨修一修 剪一剪 然後幫他把魚撈出來了 喔大工程 那因為工程很耗大 所以我們就沒有拍了 我們今天剛把造型全部移出來 然後地上全部濕濕的 有沒有 造型全部把他移出來 然後呢 使用我們超大網子 大概花了兩分鐘 就把魚撈出來了 撈出來以後呢 再把造型給放回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現場飛盤狼擊 東西都在地上 那不過沒關係 就 可能還 舒浩可能就還要再花點時間 把他黏回去了 那這麼大鋼子其實不好黏喔 因為你的珊瑚都很密 對啊 麻煩 對 就會花蠻多時間 那就一天 感謝你們 不會不會不會 沒事沒事 那就是一天黏一點 一天黏一點 就會慢慢就可以黏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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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OK 整形就是我們把麵包變成我們想要的形狀 他們現在正在做隔夜發酵 冷藏的發酵 你看看 看到他們這些氣孔 其實就是麵包在發酵 就像我們養海水 也會有那個 養菌 對養菌 就是產氣這樣子 喔所以這個就是可能明天要做的 明天要做的就在這邊 所以你們麵包都是當天現做的嗎 當然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是新鮮出爐 所以 一定要這麼多的爐 而且我們這邊是通透的 希望進來買麵包的客人都可以 喔可以直接看你們的內產 可以可以看到 然後也可以聞到麵包的香氣 喔 對 我們爐很多 那就很像那個啊 那個水泰宮嘛 對對對 就是一樣就是內產的給大家看 所以這邊也是 也是在揉 對 這邊就是做最後的裝飾 就比如說我塗蛋啊 或者是 撿他的樣子啊 對對對 就是要進爐之前的最後的裝飾 這個是 從德國的爐 剛剛來台灣製造這樣 所以我有 我總共有兩排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風爐 風爐 風爐是做什麼的 烤可頌啊 比較酥脆的東西 好像酥沙菇的那種感覺 啊對 它會把水氣帶走 所以它就會酥脆給你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殊功能 是這個風爐有加石 所以它其實蠻多作用的 然後來烤漆也可以喔 切圖實在 厚薄度就可以控制 比如說今天 對這是固定的 固定的 對固定的 啊這個就是你要切幾公分 都可以填 對 客人喜歡是厚片啊 這可以用 你看這個 洗手槽一定要洗手槽 這超誇張的耶 這個 極度乾淨 對 我們也是要這樣 這樣 我們結束後一定要這樣子 其實因為 可以看這個 如果敢拿起來 我們的洗手槽也要這樣 就是乾燥的狀態 就是這樣子 我就跟我們夥伴講說 我們可以救 但是說我們不能漲 對 對 沒錯 可以救到我們漲 說得非常好 對 很多人都會不解說 為什麼要買比較好的機器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提供那個 穩定度 可以讓你騷操很不行 對 對啊 就是像骨魚缸一樣 買好一點的機器 你就可以不用一直 對啊 就像我掰開一個月 我還是可以 就是 珊瑚都還活得很好 只是可能 顏色再調整一下 對 沒錯 這個比較特殊 這看起來很像那個 星際大戰裡面那台機器人 它真的是高科技喔 它是養酵母的地方 養酵母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我的秘訣就在這裡 酵母 所以你們酵母也自己養 自己養 自己養 哇哦 它的 我以為是加酵母粉 這樣子就好了 當然也會有酵母 就是添加酵母 可是酵母其實都是天然的 但是這個的好處是它 會有自己獨特的風味 像我在新竹養 可能在台中養 它是不一樣的 味道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自己去不同 是不是有不同的不一樣 你可以聞聞看 因為我們的 像我們會有一個美酒的香味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聞到 你聞太久了 有了 有聞到 一開始聞不到 就多聞幾口之後才有聞到 你聞聞看 有耶 你怎麼那麼快就聞得到 因為我鼻子比較好啊 你是狗嗎 喔 這是低溫的 對 這是低溫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麵糰 然後在這邊 鍋爐 對 然後 所有的麵糰 然後跟下面的老麵 再發酵的老麵 所以在這樣的地方 他們就是睡得很安穩 那我們 因為要求現場烘焙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 非常多這種麵糰 我們看客人進來了 我們就會做 這也是我們跟一般麵糰店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會一次全部做起來 你到六點來的時候 烤都可能還會買得到現出麵糰 然後就是這個 難怪 對 對 我們下次在 禮拜四以外的時間再來 好 因為剛好他們公休 跟我們公休日是一樣的 都是禮拜四 好 那就謝謝今天蘇浩 帶我們參觀他的魚缸 然後還有他的麵包店 謝謝你們來 OK 那就這樣子 那就下集見 掰掰 趕快來新鎖 麵包子買麵包 好 就這樣 掰掰 掰掰 是 是 它